来 接下来进入到 白雪的职场情商课 公司搬家了 对办公室重新分配 每个房间的条件都不同 各部门的要求 不能同时满足 你负责分配办公室这个工作 你该怎么办 那白雪这样吧 你来跟我对一下话 我是部门的负责人 好的 我现在我觉得 我们的部门现在面积不够 而且你看那个部门 都是在那个窗户旁边 他们能看见风景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角落里面 什么都没有 我要求换位置 姐姐 这你就不知道了 你的这个办公室 冬天来说最温暖的 而且你想呀 你们这个办公室在最里边 你们部门之间的交谈 我们别的部门根本就听不到 给了你们一个 很好的私密空间 我们不要私密 我们要在阳光之下 晒太阳 不干 果然腿长得长的美女 都喜欢晒太阳 不干 你这话啊 来 雅芸老师 先点评一下 她回答题的整体情况 她回答题的情况 从老板们对她的笑容 就已经感觉到了 但雅芸我刚才为什么 不再继续问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你回答的并不好 你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内 就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其实我建议 如果你真的很专业的话 你应该说 好的 郭总 我去那个跟公司协调一下 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 把您调到别的楼层 或者其他的位置 这是第一步 当你做了这个动作 或许你也没有做这个动作 但是起码你在努力了 然后你回过头来 你再说 郭总 我协调完了 然后我们公司确实 所有的位置都已经划分满了 我已经尽了我所有的努力 然后包括跟我的上级领导 都共通过 没有办法跟您调整 您能不能先做个一年半载 当我们部门有大的调动的时候 我再把你们部门给拿过去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在职场里面 很重要的是 你要去让别人 觉得你为之而努力了 那最后你为之而努力的结果 有可能是达到了目的 也有可能是没有达到目的 但这个努力的过程 是不能省掉的 但我想说 虽然他答得不是特别好 然后因为看得出来 他也没做过行政工作 但我觉得其实他的反应力 包括他快速找到 靠里面的这个办公室的好处 这个挺不容易的 其实我觉得他情商 待人接物这些都没问题 然后做销售也有驱动力 这些都很好 我现在再顾虑一点 不同公司的销售 其实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销售 其实是要有 产品的专业能力的 因为包括一些 2P的销售 可能要在某一些领域 要学习的 比方说你去卖舞蹈的课程 我估计你现在很专业 卖酒你也很专业 但是你可能未来 我觉得你未来一定能走得很好 未来可能你要想一下 自己在哪个行业里头 能走得更深更远 那一定要在那个领域 去多学习一些 这是你未来要加强的 好 第二环节到这里 在考察完了求职者的 职场情商之后 来吧 刘登的七位企业家 请大家做出选择 祝贺你白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